苏西 妳夢中的雨 苏西 妳笑感慨 專輯夢見苏西 靈感來自經典電影蘇斯皇的世界 帶有異國戀情情懷 歌曲氛圍從古代穿越現代 已是朱海君首次嘗試古典曲風 一開始的時候 進歌的時候會拿捏不好 那個氛圍 就是製作人會要求 像那一種走劇的感覺 這首歌同樣考驗朱海君 中間段落五樂器得精確唱出音準 加上收歌時遇到夫妻離世 每唱一句心就像被刺了一刀 我就說 爸爸我要進去錄這首歌 那這首歌呢 歌詞呢 歌詞的意境呢 很貼切我要唱給妳聽 希望妳可以在我的背後 默默的支持我 即使真的妳現在已經 不會在我們身邊了 但是真的沒辦法 音樂一下的時候 那個整個畫面都是朱爸爸 努力想像爸爸握著自己的手 才完成錄製 客家女孩朱海君 勇闖台語歌壇 去年終於在金曲獎風後 今年挑戰聯妝 但有層層冠卡要過 同樣麗品第二座後冠的曹雅雯 自立門戶後 首推專輯自本 顛覆過往台語風格 加入電子民謠管行樂等眾多元素 這張專輯比較少在講 感情的部分 都在講一些社會問題 那行平台詞作歌 就在寫霸凌跟自殺的這個心情 然後像現場就是在講我職業倦怠 然後這門截這一路走來 就是有很多感觸 合作嘻哈團體草存英娜 把饒舌結合台語情歌 也呈現不同風貌 另外賢景則唱出同志朋友的遺憾 她也有想說 有一天也要鼓起勇氣跟她家人講 然後但是她又把揍了 如果你想做的話不要等了 真的不要等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所以包括這張專輯圈創作 然後包括我寫這首歌 要告訴大家的一些理念 就是勇敢做自己吧 曹雅雯包辦十首詞曲創作 還勤學編曲錄音工程 一口氣入圍八項是今年大贏家 每回初級必定叩關歌後的張涵雅 實力也不在話下 憑藉上半場五度角逐 張涵雅以台語復古清爵士 唱出女人辛勞 幾乎你的日子都是為別人而活 這張專輯會有一點點在 傳達一種想法是 我們記錄一下我們的上半場 讓自己知道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為自己而活 怎麼樣開啟你的下半場 收起過往高康唱法 改以輕柔口吻遊走音符之中 張涵雅挑戰新唱功 也坦言是這張專輯最難突破之處 大學修聲樂嘛 所以可能就是唱高音啊 或者是你唱一些很有power的歌 就是很擅長 而且覺得得心應手 但當你發現輕輕唱 比你唱高音難很多耶 我用力也不對 不用力也不行 同樣有於嘗試的黃飛 對MV首都演出瘋子 更詮釋迷幻電音的抒情搖滾 搭配古典音階的弦樂編制 去年歷經知情離世 但黃飛仍繼續完成專輯 紀錄人生百態的作品色違 也將已經深湧兩座台語歌後的黃飛 九度推進台語歌後之戰 迎戰實力堅強的前輩們 年僅30歲 選秀出身的蔡佳蓁 過往幾乎都唱國語 因為老闆慧眼 首次轉戰台語專輯 就憑豐厚 壓力超大 我覺得失眠加便秘 而且是那種就是 你在看歌詞的時候 你是有些字你還不會念 他們是一個字一個字 教我怎麼唸 情戀台語還貢獻四首創作 蔡佳蓁寫給媽媽的這首歌 也希望提醒和她一樣 不善說愛的人勇於說出口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是覺得 哇我媽每天都 每天撕日立然後寫 那她每撕一天代表她老了一天 那是不是 就是我跟她相處的時間 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的歌詞一開始就 就是慢慢的鋪我跟我媽之間的故事 老將新秀旗戰金曲 無論後貫誰帶 都可見台語女歌手們 跳脫框架的勇氣與創意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